我国在投资新兴数码科技时必须明确强调安全保障 副总理王瑞杰表示这是建立信任的关键 也让我们通过广泛使用科技来造福更多人 王瑞杰在新加坡亚洲科技会展活动上表示 同其他国家一样 我国在投资新兴数码科技时需确保安全获得保障 让民众能安心使用 在新加坡亚洲科技的认识和信任的新技术 之前他们更深入承识 如何迅速和速度的新加坡亚洲科技会提供 根据在他们的信任的信任 王瑞杰以量子计算为例 指出量子电脑的速度比超级电脑要快出许多 不过这种科技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因此我国建立网络基础设施 协助企业运用量子安全技术